5 4 3 2 1 Here we go 好 欢迎大家来到 DT大数据梦工厂 推出的大数据 IMF 传奇行动绝密课程的 直播现场 今天 是我们 IMF传奇行动绝密课程 核心课程的 第38课 在这一课中 我们将和大家分享 Block Manager的原理 以及 原码解密 Block Manager 是管理整个 Spark运行时的数据 读写的 当然包含数据存储本身 而且是以数据存储本身 为基石的基础 之上 进行读写操作 当然 由于Spark 本身是分布式的 所以 Block Manager 也会是分布式的 Block Manager本身 其实相对而言 还是一个 比较庞大的一个模块 我们说做一个 比较大的系统的时候 设计的时候 模块化非常重要 Spark中有非常多的模块 像调动模块 像资源管理模块 等等 我们现在谈的Block Manager 是另外一个 非常重要的模块 Block Manager 本身 原码量非常大 所以 我们在这里 初步打算 论两奖的时间 聚焦于Block Manager本身 那这个第38课呢 是我们Block Manager的第一解课 我们主要是从原理流程 就到具体是怎么运行的 这个你要有个整体的深度的理解 然后再结合原码 在这一期 我们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Block Manager的运行实例 我们通过实例 来观察一下Block Manager 到底是怎么运行的 第二点就是 基于这个运行实例 我们观察到的现象 来绘制出Block Manager的 运行原理流程图 第三点 就是Block Manager 原码解析 当然由于我们实践所限 以及Block Manager本身 非常的庞大 所以关于原码解析 这一部分呢 我们这一讲 只会从流程和交互的层面 去跟大家讲 Block Manager的原码解析部分 下一节课 我们会深入更多的细节 和更多的内幕 我们上一节课 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讲的是 Task内部的执行 其实我们讲Task内部执行的时候 首先 OK 跟大家讲了Task内部 到底具体是怎么执行的 然后是Driver 是怎么处理Task的执行结果的 如果大家对这内容特别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们上一节课的视频 那 当我们要读写数据的时候 例如说Shuffle的时候 我们要读写上一个stage的数据 我们昨天晚上的课程 大家已经发现 我们需要使用Block Manager 所以Block Manager的掌握 对实际的程序运行时而言 是至关重要的 这就是我们初步要跟大家分享的 这一讲的内容 我们要说明的是 我们这个课程属于 大数据IMF传奇行动 绝密课程的第一阶段 精通Spark 阶段 大数据IMF传奇行动的核心是 全程真实在线价值千万的 Spark和Hidoop超大规模 大数据项目 那这个项目是以Hidoop为基石 以Spark为核心 那大家都知道 Hidoop应该说 开创了一个全新的IT时代 而Spark代表了正在发生的现在和未来 所以大家如果基于这两个核心技术 完成一个价值千万的 超大型大数据项目的话 我相信你接下来十年的人生 绝对是一片光明 无论说你想到全世界 什么样的公司去做大数据 包括IBM, Intel, Databricks, 百度阿里,腾讯,京东 以及各类其他企业 你都会被人看作Spark和Hidoop高手和大咖 做一切 Hidoop和Spark大数据项目都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为了把我们的课程的价值推向极致呢 我们现在推出大数据IMF前传 这个所谓前传就是我们早上的课程 早上6点到7点 它包含Nelux零基础 Java零基础 数据库零基础 Skala零基础 但现在正在进行Hidoop部分 我们也可以打开我们这个曾经已经录制的视频的目录 让大家看一下 OK 大数据零基础 到联系百万 大家看这边有Nelux Java 我们这边的Hidoop现在正在讲算法部分 今天早上讲的是什么算法 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是吧 Hidoop的TopN以及排序的TopN 所以这个是我们课程的初步安排 就是第一期课程 我们为了达到极致的效果 初步预期是7到8个月的样子 我们是从今 就是现在的这个阶段都是在打基础的阶段 我们真正的核心和进头戏是这个项目 OK 如果大家对这个项目特别感兴趣 可以访问我的新浪微博 微博.com I love pins 那在这个新浪微博中 在置顶的微博信息中 有我们的大数据IMF行动 全程真实在线价值千万的Spark 和Hidoop 超大型大数据项目的视频的全集泄密 以及这个课程本身的详细介绍和报名的详情 大家点击这个百度云盘 就可以发现所有的信息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这里面有我们目前录制的晚上和早上的课程 现场的高清视频 你即使不报名这个课程 那你也可以把这视频下载下去 因为我们的课程本身 我们要确保就是世界第一的资料 现在就是我们还是为了继续庆祝春节的这个时间段 继续给大家保持优费 2月份报名本来是4980 然后现在如果你今天报名的话 可以减掉1000元报名费的基础上再打9折 也就是只需3582元 报名可以直接通过我的支付保障号1861008 6859转账即可 当然你在刚才的百度云盘的链接中 也有其他的缴费方式 例如说通过微信支付 通过的中国工厂银行支付 OK 一旦报名缴费 我们有三大无条件退费的方式 第一就是你如果发现我们的课程质量不是世界第一的 无条件退费 第二点如果你发现我们的课程 不是完全零基础从实战的 无条件退费 这个完全零基础实战 包括零六口子 包括加瓦 包括数据库 包括Skala 包括Hidoop 方方面面的内容 包括Spark方方面面的内容 也包含我们整个项目方方面面的内容 那这是第二点无条件退费 第三点如果你发现从项目 以及尤其是项目和Spark的角度讲 这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或者机构讲的内容 比我们质量更高 我们也可以无条件退费 OK 这个是三个无条件退费的说明 所以大家报名应该不会有什么顾虑或者担心 而我们现在就是每天早晚隔一个小时 好这个就是我们初步的说明 希望一下分期付款的朋友也抓住现在的时间段 你原先如果你分期付款可能3980是吧 你现在今天如果你把所有的余款都支付完 3582就行了 减掉你已经付的款项 好 这个是我们课程背景的相关的一些说明 希望大家知道这个课程数在一个什么上下文上 就是前面的内容呢 如果你是IMF成员的话 大家都会发现 IMF成员始终会第一时间享有所有的 已经学习过的在线直播的视频 所有的代码和所有的资源 OK所有的代码和所有的资源 我们现场直播的视频只会对外免费发布一部分 所以你要想获得所有的视频所有的代码 所有的资源的话 你必须加入IMF 大家看我们现在的群成员 这个是215人是吧 已经215位朋友了 这边有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成都,重庆,多伦多,杭州,加拉道,河北,吉林,吉兰,江苏,厦门,汕头 等等不同地方的朋友 好 这个也期待更多的朋友加入大手机IMF传奇行动 我现在是在共享桌面的状态 诸位是否能够都可以看见我们的桌面 小李说是可以是吧 所以如果看不见我们桌面的朋友呢 可以退出一下再重新进入 好 我们IMF群众其实有很多非常厉害的高手 因为这些成员分别会来自微软啊 英特尔啊 IBM啊 惠普啊 爱迪信啊 百度阿里 腾讯啊 网易啊 搜狐啊 协城啊 京东啊 华为啊等等 很多公司啊 当然也包括高校的一些研究人员 或者是老师 OK 所以大家可以多交流借助这个平台 那我们这一讲跟大家分享block manager 嗯 学习block manager 对一些人而言可能是一个难点 但是我们这边说每次课程质量要是世界第一 所以这个肯定是精心的准备的 我们的切入点就是每个主题都有一个最佳的切入点 你走好第一步后面都会很顺啊 我们现在的切入点是先运行block manager的实力 通过实力去观察block manager到底是怎么工作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绘制block manager的原理流程图 最后呢 我们再结合原码跟大家分析block manager 本身内部的运行机制 这样大家都会就会对这个block manager 具体是如何工作的 要非常非常透彻的了解 那在这个基础值上再加上下一讲的内容 那你就是全面彻底的掌握 那大家想一下我们怎么看block manager运行实力啊 大家想一下怎么做 这最简单的就是运行个程序对吧 好 对不错啊 这个TGP说看下午日志 我这边切入我们的集群中 大家能否非常清晰的看见我们的集群呢 这个集群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应该非常非常熟悉了 我确认一下大家看我的集群的状态 顿感小蜗牛David 都说没有问题是吧 这边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做了运行了 这样我把它关闭掉 再次让大家重新看一下 OK 把它exit掉 但在这个地方exit的过程中 大家看是不是也有block manager的stop 但这个memory store 这其实管理是block manager管理内存的一个对象 包括这边map,output,tracker,master,underpoint 这些也属于跟block manager紧密关联的 因为这个shuffle 它现在就是driver级别的嘛 所以其实你在关闭的过程也可以看见block manager的 我把它clear一下 再说我们再次运行一下 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spark shell运行的集群上 spark shell本身是一个应论程序 所以在这个应论程序现在启动的过程中 你肯定可以看见block manager的信息 以此来窥探block manager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我们必须注意的是 spark shell运行的时候并没有job的执行 它只是程序执行之后 申请了计算资源而已 并没有干其他的事情 我们来刷新一下证明我们的观点 这边是running application 我们spark shell点击进去 是不是里面没有job 而且在这边 他说这个job的调度模式是first in,first out的模式 那我们前面已经初步分析了在里面 他另外一种是fair的方式 一般情况是first in,first out 最大化的确保当前要执行的job 最好,最快速,最稳定的完成 所以这个我们现在看的日子 就是一个应论程序在启动的过程中 它会怎么找 所以其实做spark shell 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方式 因为他把应论程序本身的启动 和应论程序内部作业的执行分离开了 好 那我们就观察一下这边的日子 从我们的真正的block manager开始 这个spark environment 里面有map output tracker 其实这个是跟block manager关联的 因为所有关于数据存储 包括读写的部分都跟block manager关联 OK,大家看这边spark environment 是不是注册了一个叫block manager master的东西 当然它在之前这边有map output tracker 这个是spark contact的启动的时候 进行实例化 它是实例化spark environment 这边还有disk block manager 这个是管理磁盘存储的 这边创建个local directory 在这个tmp目录下面 在这个里面是不是有我们的数据啊 大家想象是不是啊 这边具体在写词盘谈书 就是在根目录下tmp 前面名称叫block manager 后面 它根据它的规则生成了文件名称 所以如果你把文件写到了本地的话 是不是可以访问tmp目录下的 block manager 就是开头到文件里面的具体内容啊 大家想一想是不是啊 ok 是的是吧 因为这些我们前面都讲过了 我们的课程是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 这样我把它做一下笔记吧 嗯 我们每一步都必须绝对透彻 这个透彻是最关键的 学知识这件事情 不能选得糊里糊涂的 不能选得糊里糊涂的 ok 这个 一 我觉得大家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会看见老师像我们这样讲课 我们认为这种切入方式是最好的切入方式 也是最具有说服力的切入方式 就block manager 本身而言 运行实力观察 好的第一点 第一点 block manager 在应用程序启动的时候 在application 启动的时候 会在spark env中注册 block manager master 我们再次来看一看 这边确实创建了block manager master 以及 map output tracker 其中 我们这边就一步一步说 我们这边就一步一步说 block manager master 这边我再按个回车吧 大家我们直接来看一下原码 这边你直接看原码就会非常清楚 我们要找block manager master block manager master 对吧 block manager master OK 在这里 这个block manager master 它有一个引论 就是driver endpoint 这边有spark conf 这边说是否是在driver上面 它是注册给我们spark environment 我们看一下在实际上具体 构造的时候 spark environment 是在我们的 这个spark context env OK 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它具体的复制 OK 这边是create spark environment 这边传进来个变量叫 is local Is local Is local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master OK 好 具体运行模式 我们create spark environment 在这边大家看 create 在内部 是create driver driver environment 那我们就看一下了 create driver environment 在这里面 就在这个具体它里面的实现里面 大家看这边有create 传进了很多参数 这个create里面首先它判断是否是 is driver OK 这个 is driver 本身啊 这个默认是false OK 那如果你是在具体 具体 因为它这边可以继续运行在driver上面 又可以运行executor上面 所以它这边进行判断 我们这边生产rpc environment 这些都不重要 我们直接找到我们想要的内容 我们想要的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我们想要的内容是blockmanager master 它这边有一大堆的东西啊 OK 啊 这么多 这个是map output tracker 是吧 大家看一下 这个 行吧 我们先看见它了 我们就先来说它 map output tracker for the driver this uses timestamped hatchmap to keep track or map output information which allows old output information based on TTL 这就保持下法输出的 啊 这个它跟block manager也有关系 因为它这是数据的存储和读取嘛 map output tracker 啊 大家看一下这边 它本身其实还是非常简单的 啊 我们这个叫map output tracker master 我们看一下它的完整名字 是不是这样 好 嗯 这边driver 啊 我们代码 它这边是直接注册map output 的tracker 但其实在这个 其实在我们的 在我们的driver上它是master 在我们的driver上它是master 跟踪 跟踪 所有的 所有的 mapper 的输出的 而这个block manager master 啊 我们的spark environment 这种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block manager master 大家看这边 是不是neela block manager master ok 在这个地方 neela block manager master的时候 它还注册 就register or lookup endpoint 这边有我们的block manager master master endpoint 它本身 其实 本身 其实没有什么 本身因为 例如说这个 register block manager update block info 各个location 发生一大堆的 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就是真正 对整个集群的block 数据进行管理的 OK 对整个集群的block 数据进行管理的 当然这个block的数据 是spark 处理数据的单位 它与数据存在在什么 戒指上没有关系 你可能存储在内存上 也可能存储在磁盘上 也可能存储在off heap 例如说 现在spark上最尽量的off heap 就是pack young ok 因为我们刚才看见了很多方法 这边remove blocks remove rdd remove shuffle ok等等 这边都是block manager 做的事情 但block manager内部 其实 它在注册的时候 真正 实力化的时候 这里面构造的时候 它有一个 叫block manager master endpoint 这个是消息通信体 它说on the master node to track status of all slaves block manager 我觉得这个要做一下额外的说明 我们看看我们这个打印的时候 有没有打印出这个信息 这个disk block manager ok memory store 这个放在内存的 disk block manager 是管理磁盘的 好 我们继续看 跟我们block manager相关的 这边叫deploy scheduler backend 这是调度层面的 大家看这边是不是block manager master trying to register block manager 就是注册 block manager 这边是不是block manager master endpoint 大家可以看见是吧 好 block manager manager block manager 会负责通过消息通信的方式 通过远程消息通信的方式 去管理所有节点的block manager block manager block manager mas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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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 block manager end point 这间关系 其实这个是相二一见的 在构造block manager master的时候 内部有个block manager end point 我们这边叫block manager master end point 我们这边叫block manager master end point 它这个消息通信体嘛 最终执行通信的输入 block manager master 最终执行通信的输入 一般都是通过block manager master end point 才能做的嘛 OK 好 所以这个是初步看上去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继续 看我们的打印出来的日志 这边说executor增加 哦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从这个日志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启动了executor 是不是要注册block manager 给我们的block manager master 我们发现确实有这个东西 对吧 OK 第三点 没启动 没启动 一个block 没启动一个executor executor back-end 它那个斜法不准确啊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析过了 为什么叫executor back-end 因为executor本身只是一个对象而已啊 就是进程中的一个对象 executor back-end 它是真正进程的代表 每其中一个executor back-end 都会实力化 block manager 并通过远程通信的方式 就是注册给block manager master ok 其实它这个远程通信 大家肯定都知道 它其实是通信 给block manager master endpoint 对吧 但是由于block manager master endpoint 受block manager的管理 所以最终它通知了block manager master 好我们继续看到的日子输出 好 这边每一个executor back-end 旗顿的时候都会注册 我们继续看 这边还有没有block manager 的事情 大家看一下 这边具体的给我们的这个 Spark deploy scheduler back-end 注册 registered executor的时候 OK registered executor的时候 这边它会注册block manager 就是worker1上的block manager worker3上的block manager 这边实际上注册给谁啊 这说到明白对吧 实际上是注册给 我们的block manager master endpoint 他既然打出日子 我们就补充上这句话吧 实字上是executor 这边的block manager 这边的block manager 在启动的时候 注册给了driver上的block manager master endpoint 不过这个 其实一想就明白了 因为它消息通信体嘛 你远程通信 对吧 block manager master 需要做H&A吗 你无法对block manager master 做H&A啊 为什么呢 block manager master 就是driver的一个普通的对象而已 所以你无法直接对一个对象做H&A 从我们集群运营的角度来考虑 你可以对进程做H&A 例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运行的时候 你可以示意让driver运行在cluster中 这个时候你可以指定supervise 这样的一个关键字 通过spot submit 就启动你的application 那如果在这种条件下 driver挂掉之后 会重新启动 那也就相当于 driver挂掉 肯定这个block manager master也会挂掉嘛 所以你给driver做H&A 它这个不是你手动的 是我们的这个集群自动管理的 为什么集群的自动管理 是因为master 保存了你所有的内容 当我们实际生产环境下 master肯定要做H&A是rootkeeper的方式嘛 所以它会自动管理 你可以认为block manager master endpoints 是block manager master的傀儡 对 不过 确实是这样 实际干活的 以及 在表现形式上 我们看的是block manager master 内部是block manager master endpoints 好 这个是我们从日志上看见 因为日志这个绝对是真实的 对吧 只不过是如果你不了解内部机制的话 你可能看不透真实 背后是怎么回事 这边 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具体executor backend 真的block manager 都要向block manager master endpoint 注册 大家都看见了是吧 我们继续看 这边有没有block manager的 更多的内容 好 这边没有了 不过从前面我们 这个应用程序的启动的过程中 大家发现还有几个对象 就是跟我们的block manager相关的 这边有memory store ok 也有disk block manager memory store disk block manager 好 我们把所有的东西 都弄出来 memory store 是block manager 是block manager中 是block manager中 专门负责 管理 专门负责 管理 都写得累 都写得累 ok 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它原码 我现在不仅是告诉你这个本质和事实是什么 也其实也是在告诉你一种学习方式 block a memory store ok 这边就是我们memory store 这边说到明白 store block 是block 它store是block为单位的 因为我们spark 处理数据 读写数据 就是以block为单位的 as a array of serialized java object or as serialized batch buffer 这个可以是序 没有序列化的交换对象 或者是序列化的bat数组 放在内存中 所以这个就是管理 内存中数据存储和读写的 然后我们刚才看见 disk store manager 当然肯定也有disk store 是吧 我们就 它打印出什么 我们就看什么 disk store manager 其实你这边可以看见disk store ok store block manager blocks on disk 这个是 我们既然看见它了 就把它写一下 是 block manager 正专门 负责 给予磁盘的数据存储和读写的类 ok 那我们既然说的这个store 其实还有另外一个offhip级别的 tack young store tack young store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圆马没弄进来 大家看一下 这tack young不放 ok 这个offhip级别 后面tack young 我们专门拿出来讲跟大家谈 好吧 我们暂时先不谈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设计tack young不放 这边ttp block manager 最重要的就是存取数据 其实 就读一下数据块 要get and put 这两个方法 当然get and put 有本地和远程 block manager 也可以基于tack young 所以这边是memory store disk store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所谓的disk store manager 这个你就可以看出它构建的模型 disk store manager 这个 我们在这边检索不出来这个代码 大家看自己能不能检索出这个代码 在日志打印上 在日志方面说明了这个信息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边disk block manager 这边是storage 下面的disk block manager 下面的disk block manager 我们看一下storage包 这边是我们spark 这个油腰太多了 这样我们直接存 我们直接存 我们直接存这边搜索 这边是我们的download的部分 这个hidoop 这是hidoop的圆码 我们spark的圆码 我们看一下 users.local.spark user.local.spark user.local.spark 我再看一下 我们再打印的日志 disk block 哇 这个睡眠不足 一害无群 我们再看一下disk block manager 是吧 大惊 应该早点提醒 应该早点提醒 尤其是技术助理 这个课程是我们和技术助理 还有大家共同完成 disk block manager 什么disk store manager 是吧 这个IMF前说的事情 明哥也说disk block manager 大家看见的也是这个 我再确认一下 大家能不能看见我的这个屏幕 不会是大家没有看见屏幕 可以吧 大佬已经几乎不运转了 ok disk block manager 他是负责就是 具体我们 从逻辑级别的这个block 所谓逻辑级别 就是这个程序 spark程序运行级别的 的block对象 和具体的在词版上 物理级别的block对象之间的 这种映射关系的 ok 他说默认情况下 one block is mapped to one file with a name given by its block ID 默认情况下 一个block对应 印上成一个文章 给予它的block ID however it's also possible to have a block map to only a segment of a file by calling map block to file segment 这个思路非常简单 这边说block files are hashed among the directory listed in spark local directory 第2 注释说得很明白 他是管理这种逻辑级别的block的印射 和具体物理磁盘上block存储印射 之间的印射关系的 当然 如果说 如果说你要创建一个文件的话 当然这边是一大堆的访问文件 你要创建一个文件的话 也是通过这边去做的 create a local directory 大家都可以看见 好 我们写一下这类的 disk block 难怪刚才我感觉好奇怪 导入的圆满怎么受不到泪呢 管理 logic block 与 disk 上的 physic block 之间的 映射关系 并 负责 磁盘 这个应该说并存API 这个话怎么说呢 因为他这边有直接创建 并负责磁盘文件的创建 读写的 读写的 不过其实他还是要给予我们这个block manager 要给予我们的disk store 他要受block manager管理 读写的 好 好 我们继续看我们打印的日志 那这样我们就把日志都分析完了 是吧 再从应论程序的角度 所以 我们的第一大步是 从 application 启动的角度 来观察 block manager 好 ok 那我们现在就继续了 除了这个角度 纯Job 运行的角度 来观察 block manager block manager 我相信我们的这个视角 至少从大家学习的角 学习的角度来讲 应该是全球独特的 至少没有人像我们这样讲过 因为我们这样可以直接观察出 他具体的运行状况 这样你心里就会很踏实 这个我们作为第一点吧 这个我们作为第一点吧 好 那我们就运行个程序了 这个是典型的 比如说 我们一再看见 word count的程序 OK 它具体什么逻辑 这个大家肯定太熟了 我们看程序运行的过程中 block manager 参与了哪些内容 这个事情就比较精彩了 大家看啊 首先是memory store 因为它这边有广播 广播是在内存中的 所以这边有memory store 这个地方 一个重磅级的东西出现了 叫block manager infer block manager infer 是 driver中 为了 driver中 为了 管理所有executor backend中的 block manager 上的原数据而撕利的 好 大家直接去看一看它的原代码 block manager info 好 大家一起看一看 大家看它构造的时候 是不是有block manager id 这block manager id 就标明了真正 是哪个block manager 集群中 每个节点上 每启动一个executor backend 都有一个block manager OK 这边有它的max memory 还有这个slave endpoint OK 这个就是进行消息通信的 是吧 这边并且有update block infer 就随时准备更新 这个具体的executor backend block manager信息的 这边有remove block 等等 好 block 它首先 首先 通过memory store 来存储 广播变量 这个广播变量 这个事情 我们后面还会专门拿一奖 具体跟大家详细解析 然后是 在driver上 在driver上 在driver中 要 是 通过 block manager infer 我们再次确认一下 我们再次确认一下 集群尊 每个executor backend 中的 block block manager 中的 原数据信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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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 master sleeve的结构嘛 所以其实很好理解 好 我们来继续观察 我们应论程序教保的执行 OK 这边是文件的输入 输出 啊 这个是输入 我们看这边是 DAG scheduler 是吧 DAG scheduler 把我们这个单词技术程序 发分成两个stage 了 这边继续是memory store 它这边提交程序的时候 这边再次广播 block broadcast1 stored as value in memory 是吧 所以我们把这个值存储到 memory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memory store 包括 需要memory store 看看是不是能够 足够存储得下 之类的 然后这边 block manager info edit broadcast in memory 什么什么 这说明一件事情是吧 当你改变了一个 executor back-end中的 block的信息的时候 是不是要同步更新 我们在driver上的 blockmanager info 我们写一下这个主事 写一下笔记 在这里 当改变了具体的executor back-end上的block信息后 就必须发消息给driver 中的block manager master 来通过 block manager 来同步更新 来更新 相应的 相应的 block manager info的信息 它是每一个executor都会有对应的blockmanagerinfo 刚才大家也看见RPC的引论了 好 这边广播 OK提交作业 这边task set manager 大家看 这个作为任务本身 发生任务的时候 这边有很多广播 这边是不是都更新相应的blockmanagerinfo 但这是不同机器上的吧 work4 work3 work1 work2 work3 work2 work4 work1 work4 是不是大家都有相应的blockmanagerinfo 是的 咱们继续task set manager OK 这边就memory store 这边广播本身嘛 在内存中嘛 广播就是在内存中的 然后这边继续提交第二个stage的六个任务 Task set manager 继续的 这边把广播后的内容更新到我们driver中的元素 去blockmanagerinfo中 这边大家看 map output tracker master endpoint 因为我们第二个stage 一定要向第一个stage拿数据 所以这边就 map output tracker master endpoint 就会接触到另外一个stage的这个请求 这个请求最后其实录游给我map output tracker master master里面有个消息体叫master endpoint 好 好 当 执行第二个stage stage 的时候 第二个stage 会相 driver 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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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iver Master Endpoint 发消息 Map Output Tracker Master Endpoint 发消息 请求 上一个 Stage 中 相应的输出 此时 Map Output TrackerMaster 会把 上一个 Stage 的 输出 数据 一般是输出数据 的原数据 一般就是原数据 原数据信息 发送 给 当前 请求的 Stage OK 好 我们继续看 我们的输出 这边就Map of Tracker 这边更新信息之后 这边说在这个 WorkFor 更新信息 所以我们这边 BlockManager Infra 再次 同步更新 然后这个是Map of Tracker Master Endpoint asked to send a map out to put the locations to shuffle to work for 你看这个 我个人认为这一点非常非常的精彩啊 就都非常非常好地展示了这个具体在Shuffle的过程中 到底干了吗 到底干了什么事情 我个人觉得这个日子非常精彩 我们把它贴出来 OK 大家看一下 你看 asked to send Map of the location for shuffle 他像谁问呢 像我们Driver中的 Map of the trackmaster endpoint 然后这边 Map of the trackmaster 他是真正的管理者 OK Size of output status for shuffle Zero 这边说输出多少 OK 然后这边 BlockManager Infra Edit broadcast 这边会广播 然后最后就是 asked to send SendMap of the location for shuffle Zero to work for 这个我觉得 大家看得非常清晰 这边有问题是吧 老师BlockManager 跟E2'node NodeManager 功能类似吗 这个功能没有相似性啊 E2'node是进行资源管理的 OK E2'nodeManager 是管理当前机器上的内存 CPU等资源的 我们重复一下 它是管理资源的 对吧 因为内存有多少 CPU有多少 我们现在这个BlockManager 这玩意儿是管理什么的 管理以Block为核心的 对吧 是数据对吧 对不对 这个是完全了码事啊 一个是硬件计算的能力 或者说计算的物理硬件 那我们现在是从数据的角度去考虑的 是吧 好 这边有朋友提到情人节是吧 这个 好好学 好好学大数据 是情人节最好的过法 因为对你也有提升 对你的 女朋友 或者说 对你男朋友也有提升啊 好 这边 我们再次来看一下 怎么test set manager 我们都谈过了 下面就没了 啊 这个就是我们从这个观察的角度来看的 我们也看了相应的源嘛 现在我们来一起画一张图 你这画一张图 你就会非常非常清楚了 哦 图其实本身也非常简单 我们这边是driver driver中 我们有具体的 block manager master 我把它弄成混色 OK 其实block manager master 里面大家都知道 block manager master never and then points 是吧 block 这个我们都已经看过了 是消息通信体 在这里面 注意啊 在这里面 就在它的内部 其实有一系列的这个 block manager infer 我们画一张图 大家就会非常清晰了 block manager infer 内部 OK 这个是block status 大家可以看一下 block manager infer 是吧 这边 这边就是block status 这边就是block status storage level memory size disk size 还有external block storage level storage size 等等 相关的内容 我们继续画这张图 那我们在具体的 它是一个分布式结构嘛 我们现在就用分布式的角度来看它 master sleeve的结构 OK我们现在 每个 这个不能混色 这个不能黑色 每个block 每个executor back-end executor back-end OK 大家注意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代码 executor back-end 我们找call screen的executor back-end 在这边本身启动的时候 嗯 这个是我们 driver的部分 看了这个还是要找executor neutral executor 这边是 这边是block manager 我们看一下 啊 这是spark environment 里面的 这边都是通过我们的spark environment 或者block manager 啊 那个看一下 所以我们 在这边 啊我要看一下我的鼠标现在怎么回事 是在executor中 executor back-end executor中 他说有block manager blog manager blog manager 这个block manager 他里面会有几个核心 啊 啊 这么长转的角度来讲 我画一下 有disk store 对吧 首先是memory store disk store 然后是disk store 当然我们这画的不是全部啊 我再次强调一下 我们这边画的不是全部 啊 我只是给你画核心啊 啊 圆码详解部分 我们明天再讲 disk store 因为我们今天如果把所有的代码和我们在内容讲完肯定需要三个小时啊 圆码有一大堆啊 这一节课我们主要 观察案例 搞清楚 工作机制 这边呢 有具体的我们远程的block manager 当然也包括我们drivers上的block manager的信息 这个我们把它称为block manager worker 还有个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从远程 呼召网络通信的 叫blog transfer service 我只能感叹我的记忆力真好 这个老师好自恋 block transfer service 不过因为我阅读了20个版本的圆码 就完整阅读了20个版本的圆码 其他有些小版本 这个 有时也都会有些流浪 所以这个会记得很多 block transfer service 这边具体的block transfer service 是负责网络通信的 这边具体的block transfer service 是负责网络通信的 OK 这个字体太大了 好 那 我们这边的executor backend 这个executor里面的block manager 在创建之后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其实就是向我们的 block manager master的注册 大家都知道 是向block manager master and point的注册 所以你现在应该看 这东西会看得非常非常清楚 这个没有什么 不清楚的地方 因为你刚才观察了 它的过程对吧 写一个说明 每个executor 中的block manager 实力化的时候 向 driver 中的block manager master 注册 OK 此时block manager master 会 为 起 为 为起 创建 block manager info 来 进行 进行 元素 据 管理 OK 其实它基本就这样 我们这边可以再继续再有一个block 就是这个executor级别的东西 但我在这个地方就不再画得太详细了 另外一个 executor 我们这边我们这边能不能有什么方式拷贝一下呢 又说 把什么地方选中 粘贴过去的办法 大家说有没有 点击选择 点击选择 选择 OK 居心选择 我已经选择了 然后呢 这个叫复制是吧 好了 看在这个地方能粘贴吗 我只能说人民感谢你 好 我们把这个地方 OK的注册过来 这个注册过程大家肯定都是一样的嘛 然后这边有个block transfer block transfer就是 就是进行网络连接操作的嘛 网络操作 我把这个颜色变一变 变成绿色吧 这其实 连结 因为有可能你向 其他的这个机器发起这个网络连接操作 也有可能其他机器向你 发起网络连接操作是吧 啊 还有就是这个 你有其他机器的这个block manager Worker 这个会执行replication操作 这个可以执行replication操作 这个可以执行replication操作 好 我们最后再说明一下 执行replication 因为你可能数据有副本嘛 操作 那这个网 这个地方就网络操作了 网络操作 包括这个传数据啊或者之类的 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图了 block manager infer 和executor backend 这个从对应关系上是一对应的 这么画一个图就会非常非常清晰的 这边有个问题 存储管理模块 通信成这块 之前版本 那么是不是主要 这是以前的executor嘛 就是arca的方式嘛 现在通信其实 他还有arca 因为他现在搞了一个rpc 其实他传数据的时候 现在 大家看到他主要实现的是net replication是指副本嘛 那个数据可能在dota机上有副本 对吧 例如说如果你process要进行replication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使用这个block manager worker的这个 引论 将这个replication 论到其他的节点上 当然其实他这边有 考虑负载均衡啊 或者之类的东西 这个圆满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谈 block manager 执行 数据增长改查操作之后 就必须将block的block status 上报给block manager worker 上面 在block manager worker上面 会对指定的block manager block manager info 内部的block status 进行增长改的 这个操作 其实这是原数据级别的操作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的 好吧 这个就是我们这一节课的内容啊 我把它保存一下 直接发到我们的 mf群中 block manager 工作 原理 和运行 机制 剪图 这个只能说还是一个剪图 因为他内部的细节比较多啊 这个 我们这一节课不谈太多的细节啊 副本被分什么 副本再来一份数据拷贝嘛 这个副本 他可能搞数据拷贝嘛 你说副本能干什么呢 对吧 现在不 课程推广 课程 我们现在 对 大约超过了五分钟的时间 为什么不把block manager info 放到 你这个block manager info 这件事情是 Driver 中 Driver 中管理具体的block manager 中的block信息的 它里面有block status Driver 要管理 对 不错 他当然不可能放在这个executor backend 什么时候开始讲框架了 比如spot streaming 你觉得什么时候讲框架了 我们内核部分还有 大约8讲左右的时间 这个我们现在讲的这个东西也绝对不能说是基础 这些东西将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内核部分还有大约8讲左右 内核部分8讲左右讲完之后 至少要讲10讲的性能优化 基于内核的性能优化 因为上面的框架只是表象而已 上面的框架只是表象而已 你看这机器学习图计算之类的 你一看原码就跟踪到我们现在要讲的内容了 这些东西其实是最重要的 我个人以为 上面的框架运动你说有个什么难度啊 所有的有经验的人都明白啊 至于具体指框架的这个运动真的是没有任何难度啊 当然你需要个人告诉你这个框架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他又拿下具体的功能移基 他的最佳实践并通过按理去贯穿 其实上面框架的室温基本上就知识层面的 更多的是倾向于知识层面的 但上面框架一旦运行就必须内核支撑 你看所有的问题的调优之类的 绝大多数还是基于内核 所以现在讲的是绝对的精华 你不要舍本竹目 对 不要舍本竹目 啊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今天跟大家讲的 这个基本的内容啊 这些都是你的核心竞争力 也是 你和顶级的其他的高手的差距的最根本的地方 你与其他顶级高手的差距差别点 不是项目经验啊 但从结果上表现是项目经验 但最最根本的是你无法驾驭Spark 你无法驾驭Spark的什么东西 你无法驾驭它的内核啊 对吧 你细细想想是不是这样一件事情 不是其他的问题啊 你搞个矿架使用一个什么sql 搞一个什么spark streaming API 你写一个 你写一万个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啊 面词中问你的一定都是内核中的东西啊 一定都是啊 OK 另外可能就问你一些项目经验 或实际遇到项目中的一些 核心的问题 所以你与其他顶级的 海杜普和Spark高手之间最重要的差距 绝对不是项目经验 项目经验是一个结果 最重要的就是对内核运行机制的了解 而我们现在 教大家的就是最重要的东西 否则 你会后悔的 因为到时候 你要进行性能优化 或者你要出现bug的时候 你搞不定嘛 对吧 所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都是伏云啊 真的都是伏云 它伏在上面嘛 伏在内核之上就是伏云 伏云是不可靠的 伏云是不可靠的 OK 所以我们这个内核部分 还需要大约 8讲左右的时间 然后8讲左右之后 因为我们 懂了内核的运行机制啊 它的很多类 然后我们就讲 跟大家讲 至少10讲的性能优化 我们是要把这个课程打造成一个极致性的品牌课程 所以我们不可能像市面上其他的老师 一样就跟大家轻飘飘的去讲啊 你 当然我现在可以给你搞一个什么spark streaming那个实施案例啊 或者搞一个spark sql 操作一下什么电商的数据啊 或者说 这个人的数据啊 那有什么run啊 你自己细细想想 那有什么run啊 鬼的run都没有啊 因为你现在可以学 你两年后 跟现在学 其实你学那些东西 没区别啊 但是你掌握这个内核是 绝对是有区别的 好吧 这个是额外多跟大家 说了几句啊 最后再次说明就是 大家现在报名可以继续在享有减掉1000元 报名费的基础上再打9折 只需要缴费 3582元即可 OK 然后直接转账到支付保障号186 1000 86859 我再次再次多说一下我们现在讲的课的内容的重要性 我们现在讲的课的内容大家感觉是不是叫理论呢 我现在想问一下 我现在想问一下 大家感觉我们现在讲的内容是不是理论呢 如果说如果说是理论的话到底什么叫理论呢 理论好像一般就跟你说谈一下大道理或者之类的 但是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跟你谈大道理呢 这个不是是吧 你看 你看我们讲哪一个概念 讲哪一个理念的时候 是不是都是基于实践 然后或者基于圆满去跟大家谈 可以这么说 现在讲的这些东西就是市面上其他老师讲不了的 也是你几乎很难学到的 而且只要你随着你写spark 你就是最想学的这些东西 最想学的 我们告诉大家都是本质和真理 很多人就是 也不很多人 有些朋友就是 可能就表面上的认为 老师现在都讲理论啊 这个我可听可不听 我给你下一个定论和结论 你突破不了的魔咒 这个魔咒就是 你与其他人的区别 就区别在这些 你今天或者说这一两个月 认为的老师在讲的这些理论 在这些知识 可能你认为不重要的在这些知识上 你跟其他人同样做spark 同样做spark 你跟他的区别就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别人可能是月行五万 你月行两万 你五万跟两万的核心区别 就在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内容里面了 OK 因为你说使用API 谁不会使用API 你在这准几个API 主拼一下一个小项目 谁不会搞 对吧 只有 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懂的 这个只愿你有一些IT从业经验 你都知道 现在讲的是绝对的精华 项目 基于项目的很多项目 基于很多指框架的很多项目 这些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产出类型的东西 别的老师连PPT能把人讲睡着 对我们现在 就是最后呢 我们可能是 假设从人的角度来讲 我们在讲人的神经系统的运行机制 内脏五脏六腑的运行机制 什么气血之类的 现在就在讲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讲框架的时候就看 从一个运动员的角度看 怎么把这运动员推向更高更强 诸位想一想 把运动员推向更高更强 肯定也是从神经系统困制 五脏六腑 气血 营养各方面 我们现在就在告诉大家 神经系统困制 五脏六腑 气血 营养各方面的东西 这些东西绝对是 绝对是最最精华的 就是两万的人和五万人的差距 在哪里就在这里了 所以 我建议你千万别放傻 欠的东西始终是要还的 始终是要还的 你一定要还的 你逃不掉的 因为到时候你写程序 写不出来算法 你写出的一些算法 论出bug 实际上生产环境 集群性能不高 出现各种故障 那时候你就在想 王嘉林老师 在今天青年节 2016年2月14日 说过 欠了那时的东西 始终是要还的 这个是宿命 逃不掉的 我们不是在跟大家谈理论 我们是在跟大家谈本质和真相 我们现在分享的是Spark的本质和真相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 你觉得你对本质和真相的了解 对驾驭任何一个事物而言 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 对不错 内核方面的欠的东西 始终是要还的 而且你欠的越久 这个还的代价就越大 你只有 这个大家都懂了 只要你有经养 我觉得你都懂了 你说哪一次bug的调试 bug的解决 哪一次的性能优化 哪一次高效算法的实现 哪一次生产环境下 重大事故的定位和解决 不是依靠内核的 有哪一次不是 大家想想有哪一次不是 只要你是一个有经验的人 你肯定会知道 哪一次 每一次的bug的解决 都是基于内核的理解 每一次的性能优化 都是基于内核 每一次高效算法的实现 都是基于内核 每一次实际生产环境下的 故障的排除 定位排除和故障的解决 都是基于内核 你觉得我说的这个bug 说的这个高效的算法 说的这个高性能 说的这个生产环境下的 故障的排除定位和解决 你觉得这种东西 对你重要不重要 绝对重要嘛 对吧 好 现在大家要报名 参加这个IMF 可以三五八二元 直接转账到我支付宝账号 18610086859 那大家相量的课程的详情呢 我觉得其实这也没什么 好了解不了解的 我们现在就讲到这种地步的了 这个不存在其他的事情 我说不存在其他的事情 第一就是 不存在课程资料的这个 忧虑之类的 OK 这是我的微博 也欢迎大家去关注 这边我们IMF群中说 嘉宁的雨露 内核运行 机制才是本质 框架只是表象和浮衍 欠了内核的东西 始终是要还的 欠了越久 还的利息越多 确实是这样 周刊中以后 加一个我的雨露 IMF优惠 我们从春节的角度讲 现在应该算春节结束了 就是为了 让更多的人受益 我们这个东西 一直到元宵节 就是元宵节前 我们都算春节的优惠 优惠时间 这个 随着我们内容的 这边IMF群 好像很喜欢 我们调价格 我们就是 主要的角度 是想造福更多的人 有时有些学生报名 可能交这个钱 有些困难 我们现在还是在 这个庆祝春节的 这个阶段 好吧 现在大家如果报名的话 继续三五八二元 同时就是 如果以前的分级付款 今天如果付全款的话 也是三五八二 减去你曾经交过的款项 我觉得大家要 因为刚刚上班 春节的时候 可能大家忙着干其他的事情 要抓住这几天的时间 我们相信 我们只要把内容做到极致 在大家的梦想的支持之下 我们肯定可以做得非常非常好 OK 肯定会做得非常非常好 所以也特别邀请 诸位朋友 把我们课程推荐给身边的人 因为现在2月14号了 我们1月1号开始 课程质量 我相信你肯定 你至少初步有个印象了 这个初步的印象就是 至少是中国最好的了吧 对吧 好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明天早上6点 我们继续讲 Hydrope Member Reduce的算法 今天早上我们讲的这个TOP 好像把很多人讲得很激动 明天早上的这个算法 我们会在今天晚上发布 基本上就在10点左右 我们会公开发布 好吧 当然在我们的这个MF群尊减费说明 现在MF群尊已经有215位成员了 大家看来自全国各地 当然首先是北上广深 北上广深一线城市 然后重庆杭州南京三西 OK 然后这个西安武汉天津亚特兰道 郑州珠海等等 很多地方 到东北的一些地方也都有 安徽也都有 好 那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期待大家把我们课程 推荐给身边更多的朋友 在元宵节结束前 我们一律到3582元宵节结束前 元宵节是另外一个 中国真正的清人节 是吧 我们今天也清人节 元宵节是中国真正传统的清人节 那今天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 明天早上 我们六点会准时开始 Hydrope MapReduce算法进一步的内容 好 祝各位一夜们吉祥 我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